欢迎回到关天小新闻 新北市新巴士在共辽区自即日起增开新班次 包括奥迪往返共辽国中还有区公所往返福联两线 另外呢路线也增加班次 偏乡区免费公车更符合民众的需求 对于地方交通真的是大力多 在新北市交通局是远零一期共辽区各里长及区公所的努力下 为服务在地居民就学就医就业达成大众运输的需求 经过几番协调后 即日起十年一年增设两条路线 分别是奥迪到共辽国中线及区公所到福联县 宜蘭市 今天是北斗鱼 要去草林古道 我们去坐到霍梁 现在开始走 走到国家 台立 台立天空廟 今天刚才刚才新增设的这不错 这为民伍赞 首先感谢新北市政府 还有我们包括议员跟公所这边一起大努力 那争取到我们共辽区能够增加一台新巴士的一个事半 一年的一个成果 那我们这增加一台的量的部分 我们公所已经规划了包括说对英格石原来没有整个新巴刀那边的对长辈们出入不变的部分 还有我们远望坑这边也是造成一直在里长一直在反应的问题 共辽区长表示共辽区新巴士既有路线早年是因为各里长考量在地需求商议取得共事的结果 里长多层表示既有路线各有需求 不良渔行及年长者达成人数虽然不多 但是没有能力有自己的交通工具 因此建议交通局以社会福利为考量不宜缩减既有班次 我觉得说有些人喜欢爬山但是爱于脚程的关系 那我觉得那个这样子的设施我就很棒 对一些脚程不是很好的人我觉得是一大的福利 增加了吉林的一个班次 让尤其在游客比较多的时候 有一个出入比较能够使用的一个机会 那我也希望说资源取得不易 我也希望说我们乡亲这边能够永远达成 让我们的达成率能够更高 因为我们在新北野市政府交通局那边 他是建议说一年四半里面希望能够 使用力还是要一定的程度 既然进步表示 感谢议员林一齐全力为地方争取预算 更感谢交通局支持共辽区民的需求 同时陆续新增新巴士站牌并全面更新牌面 重要站点皆以英文标示 借陈威共聊采访报道